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Georgebra的CAS系统 CAS就是Computer Archibald System 也就是它能够进行一些符号运算 而今天我们要举的例子就是利用矩阵 算它的特征值与特征方程式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个矩阵 这是一个带符号的矩阵 对这个带符号矩阵 我们可以算它的行列式 也可以解这个方程式 等一下我们就一步步拆解给大家看 今天以web版的GGV为例 一开始在这个网址里面后面加CAS 就可以进入到有CAS的界面 如果你从最一般的网址进来 apps.进来 它这边是代数区 那这边是组绘图区 那你要叫出这个CAS 就从这个-4里面 按这个运算区 就可以叫出这里 那今天我们重点在矩阵 其实在矩阵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用这个试算表来制作 在试算表里面 输入我们要的这个矩阵 把这四个选起来 按右键 再按新增 这边我们矩阵就会跑出来 不过这种方式跑出来的矩阵 它只能是数字 不可以带有符号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处理 带符号的这个矩阵呢 我们就用CAS系统 在CAS里面要定义符号呢 就是要用这个冒号跟等号 这样就可以定义符号 那我们今天要矩阵呢 就是用大括号 例如我们现在输入一个矩阵 00-2 第一列 第二列是121 第三列是103 这时候按Enter 这个矩阵就跑出来 好 那我们可以对这个矩阵做一些运算 例如说我们现在这个 可以对它做行列4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这个A的行列4 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去算这个 它的反矩阵 这样也可以算出来 INVRT 这边输入这个矩阵A 好 这样子这个矩阵就可以算出来 但是呢 我们其实你可以输入A 也可以输入怎样呢 也可以输入前号1 它等于会执行这个第一列的这个结果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反矩阵 那我们可以检查一下A乘AI 的确也是单位矩阵 那我们也可以利用刚刚这个前号 比如说前号3乘上前号1 好 这样这个矩阵呢 也会得到 接着我再定义这个单位矩阵I 那它是这个单位矩阵 现在输入三阶的单位矩阵 好 那我现在定义这个B B它是什么呢 B它是A-XI 就是最主要的是 我们今天的符号系统 就要出现了 现在我们要算这个矩阵的特征多项式 那我们一样就是可以利用这个行列4 然后当时放上这个矩阵B 这个特征多项式就算出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去解它 好 比如说这个东西呢 解D84 或者解F 好 这样子我们就会解出它的两个根 那你也可以呢 对F5做分解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分解 好 那这里的话就是F5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它这里是2 是一个重根的情况 那solve的话呢 它会有X 那另外我们可以用这个solution 对 好 那solution呢 我们先改用这个前8 对 这里会得到它两个根 一个是1 一个是2 那我们先把这个第一个元素把它抓出来 我们利用这个element 好 把这个前11 抓出它的这个第一个值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去算这个ve 就等于a减掉 那个xe乘上i 好 这边就是a减掉那个lamb 乘上i 会得到这个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对这个东西做怎样呢 好 做这个列运算 把它画到最简 就画成最简 就把它叫做vre 好 这样子就会得到一个化简完的 好 那其实从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特征向量 那我们今天令这个v1 定义成Vector-2 1 1 好 这个就等于是它的特征向量 那我们很快的检查一下v1 乘v1 好 这是000 那如果我们用a乘上v1 好 它刚好也会跟原本一样 而且是放大一倍 好 那接下来呢 就大家可以试试看看 找出另外一个 就是s2 如果是2的时候 那它的特征向量到底是多少 关于joshifa的cas 它还有蛮多功能 那我其实也是从这边慢慢的查 找到我要的东西 好 其实做这种线上练习题 最重要的就是善用这些说明文件 可以 你 你